来关注一则最新的体育方面的消息 也是一条喜讯 北京之间6月16号的20 亚洲区40强赛莫伦国足以3比1战胜叙利亚第42分钟 张希哲破门第50分钟 奥斯曼颁平比分第69分钟 吴磊点球破门 捕食张玉宁再次破门 国足以6胜1平1负鸡19分位列小组次席 小组第二的有效成绩则是4胜1平1负鸡13分 国足成为战绩最好的小组第二 顺利入围亚洲区12胜赛 希望国足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再接再厉能够冲进世界杯